so that's why i said that's why i said before this grammar book so this grammar book of mine you can use it for form one you can use it for all the way up to form four even form five 所以好像我之前提及過我寫的文法書是幫一些升中一和中二的同學打好根底 但是現時你學的東西中四、中五都能用到 好了 請大家看看這裏 這裏牽涉到一些叫關係代詞 或者叫關係子句 這個在程度來說 就不應該是方溫 但既然我們講到這個代名詞 我們亦都要把所有代名詞的種類都說 以及它的功能 這裏我們稍微學一下 對你日後接觸的關係子句 那些腹句 那個認識和吸收是會快些 看看這裏 其實我們看看句話 The boy who is crying has lost his mom 或者the boy that is crying has lost his mom 好了 我們不要來中間那裏 Let me highlight this 譬如我們不要在中間那裏 OK 我們只是留意那個highlight那裏 它就是S加V的句式 一句單句 簡單句子 是吧 西文仔不見了媽媽 可能在carnaval 可能在嘉年華會那裏 玩得太開心了 走失了 在那裏哭了 這樣 好了 所以 如果你這樣去看 即是說 the words in the middle 中間那些字 就提供了一個功能 就是怎樣呢 就是提供了關於那個subject 那個subject 主詞是那個boy的資料 是吧 哪個小蚊仔 那個哭得肥肥肥肥來的小蚊仔 是吧 OK 所以它其實功能 就好像一個形容詞 這樣 但是我們知道 形容詞是 one word or two words or three words 通常 如果你不是那些 有hyphen的形容詞 你都是一個字 是吧 OK 那麼 它那個 它那個表達能力相應 就低一點 是吧 如果你那個形容詞 是一句句子 的話 那個表達能力 是相應是會高一點的 就是你可以表達一些複雜一點的意思 譬如 當然你到AA 那個who is crying 其實就可以 用一個形容詞來代替 而是沒有減損到意思 譬如你說 crying boy 那我們也收貨 即是做一個形容詞 但是有更多例子 就是 你那個關係 是指句所表達的意思 為什麼你要用那個關係指句呢 There must be a reason 是吧 就是因為那個形容詞 單一個字 是說不到那麼多東西 OK 那無論如何 那我們現在看到這個例子 是吧 who is crying 或者that is crying 其實就好像一個形容詞 去描寫一個subject 提供關於這個subject的資料 OK 那麼它的位置 它就不會是 它就不會是 它不會是形加名的 它不會擺在名詞前面的 它呢 擺在那個subject的後面 是那個subject和動詞的中間 是吧 OK 那麼 這一句呢 這一句呢 就叫關係指句 who is crying 或者that is crying 那麼 這一句再細分呢 就是那個who呢 就叫關係代名詞 OK 叫關係代名詞 你說不是喔 Sir你剛才 剛才之前我是學過 是吧 是吧 who took who took my octopus card 誰拿了我張八達通 是吧 是吧 那已經用了who了 那麼 那麼 同一個字 有不同的功能 那麼在這裡呢 它在一個疑問句裡面呢 它呢 就代替了那個subject 是吧 OK 那麼這一個呢 這個呢 這個不是疑問句來的 這個是一句 陳述句來的 看到嗎 Foodstop 它不是question mark 那麼這裡呢 就是擔任那個 形容詞的角色 那麼這個呢 就是關係指句裡面的關係代名詞 是吧 那麼這個叫who is crying OK 那麼它其實呢 那個關係代名詞 關係代名詞 它還有一個功能 就是它有一個連接的功能 知道嗎 它是要 你不可以這樣寫的 是吧 the boy 你不可以這樣寫的 the boy 譬如我這樣寫 我寫一句 he hit john ok ok momo sorry he hit mary 他打mary 是吧 she 他打mary 是吧 she reported 譬如我做一句 即直了一句 to the teacher teacher我這樣 好嗎 簡單一點 ok 他打mary mary 就告給miss 是吧 這樣 一句是錯的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代名詞 這個是代名詞 mary 它沒有連接的功能 這裡是一句句子 是吧 你用come 它是一句裡面 是不可以的 如果你用我輸的話 你要food stop 那是兩句 然後capulata s 是吧 ok 但是呢 如果你不連接它 你用who 就可以了 he hit mary comer who reported to the teacher 所以這裡 從這個例子看到 那個who 那個關係代詞 除了是代名詞 一 除了是代名詞 是吧 亦都有一個connective 有一個連接的作用 是吧 得到了嗎 得到了 明白嗎 這叫關係字句 the boy that is crying the boy 這個 暫時 我暫時 也不想 令到大家 記一些額外的東西 這裡 我不教你 如何區分 who 和dad 這個也是日後有緣 再說的 那些東西 其實是同出一切的 是吧 ok 一理通 百理明 home 我講過了 是表達介詞 表達這個秀詞 表達這個 客代詞 記不記得 好 那你這裡 你怎樣知道 那個home 是表達這個客代詞 很簡單 你將它還原 the teacher hit him 是吧 所以 home 代替客代詞 him the boy home the teacher hit 被sir打 看佛的學生 在那裡哭 ok 不過 你記不記得 我講過 home是一個很拘謹的字 現代英語 就一直 face out 一路 就是 死呀 face out face out 那個中文 我也不知道叫什麼 因為 face out 即 逐步取替 這個逐步取替 we are not talking about three years 可能三十年 都未成功 或者有人覺得 他有用的話 會繼續用 這個是很拘謹的英文 我們講過 可以用who去代替 好了 這句 he found the girl from home he borrowed money 你也可以 把他還原 便知道 home是客代詞 he borrowed money from her he borrowed money from her he borrowed money from her he found the girl he found the girl who he had borrowed money from he found the girl 這個更加切合現代英語